如何教孩子自己吃飯? 10個音導方式和你一起分享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 懷孕、育兒、親子相關的資訊 更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 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讓我們可以讓孩子一同成長 哈囉大家好,我是穿越新媽媽吻玲 訓練孩子自己吃飯 相信很多爸爸媽媽都很頭痛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自己試過的10種音導方法 希望對你們有所幫助喔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一 固定坐在餐椅上 我們家的香香姐姐 大約在6到7個月左右就已經會做了 那時候吃東西或是點心的時候 就會讓他坐在餐椅上面用餐 讓他知道說 我們在吃食物的時候 就要在固定的地方吃 如果孩子一開始排一次 坐在餐桌上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適時的吸引他們 把他們喜歡的東西 放在餐桌上面 跟他們一起進餐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二 使用適合的餐具 孩子一開始吃飯 弄得到處都是 是非常的正常 就想打算一下 所以這時候我們挑選 適合的餐具 是非常的重要的 這樣一來 我們就可以放心的讓孩子探索 我們在挑選上 可以選擇有吸盤的 他可以吸在餐桌上 比較不容易打翻 而且在材質上面 我們可以選擇 矽膠或是補鏽乾的 就算打翻也不會破掉 圍兜兜 我們可以選擇好清洗 容易乾的 不過我們家試過 用前胸式的 還是很容易掉到衣服上 或褲子上 最後我們可以選用一件式的 在境界上面 會比較的輕鬆 餐飲下面 我們可以用大的塑膠袋 或是報紙鋪平 這樣子孩子吃完飯的時候 我們也不需要脫地 或是掃地 弄得要命 湯汁的部分 我們一開始是使用補鏽乾的 因為我們觀察到說 我們家的寶寶 他不會非常大力的去養那個湯汁 所以我們就會排除 三道牙蟻這個問題 如果媽媽擔心三道牙蟻的話 我們可以選用矽膠的湯汁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三 準備手指食物 我們幫孩子準備好適合的餐具之外 也要準備適合他吃的食物 當他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不要侷限他太多 不要給他太多的壓力 這樣一來 他吃飯就會比較開心 比較願意自己吃 除了讓他訓練咀嚼能力之外 還可以訓練他的感情統和能力 這樣一來他會越吃越有成就感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是 注意質地 除了手指食物之外 爸媽我們可以準備一些 很容易用湯汁挖起來的食物 而且這個食物又不會流的到處都是 例如南瓜泥 或質地濃稠的粥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樣子除了讓他們方便吃之外 不會一直吃不到 相對成就感會比較好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五 留幾口給他吃 讓孩子的咀嚼能力 押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們可以試著伴手 每餐留幾口 讓他試試看自己吃 這樣子不會讓吃飯時間 那拖太長 之後我們可以在爭著的情況 來增加他自己練習吃的量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六 當孩子有搶攤子的行為 就可以讓他自己吃 當我們之前訓練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香香甜甜呢 每次吃飯他都會搶著自己要吃 這時候爸爸媽媽 我們可以放手在旁邊 陪伴他 觀察他 讓他自己練習吃 當然你發現啊 孩子呢 現在已經沒有要吃了 只是在玩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接手下來 再來決定說 是不是孩子要繼續餵他吃完 或者是呢 他這一場就要這樣子結束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 七 不要給他壓力 吃飯是人類的本能 那我們只要協助孩子呢 指導他如何吃飯就可以了 不需要給他太多的壓力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孩子 不是有能力做到吃飯這件事情的 可以營造開心的用餐氛圍啊 讓孩子呢 能主動自己吃飯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八 模仿爸媽 通常在這個時期的孩子 很喜歡模仿爸媽的行為 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在吃飯的時間 可以指導孩子啊 拿起攤子 看到嘴巴裡面 一口一口的拒絕 然後再吞咽下去 讓孩子呢 透過爸爸媽媽的這樣的行為呢 學習到說 原來吃飯呢 是要有這幾個步驟的 讓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就 有耐心 寶貝呢 在成長的過程中啊 不論呢 是吃副食品也好啊 睡隔夜也好等等 都是需要一步一步的進步的 我們必須要很有耐心的去引導孩子 不需要給孩子太大的壓力 大孩子自己吃飯的方法是 吃飯不用3C產品 有時候我們在餐廳吃飯的時候啊 會看到爸媽拿3C產品讓孩子陪飯 可能會導致孩子呢 就一直盯著3C產品 反而忘記自己吃飯這件事情 我們盡量要避免啊 會讓他們分心的失誤 例如呢 玩具啊畫筆啊 平常會引起他們興趣的東西呢 吃飯時間呢 我們就要把它給收起來 等他們吃完飯的時候呢 再來進行 最後呢 來幫大家統整 讓寶貝呢 自己吃飯的方法 第一固定坐在餐飲上 第二 使用適合的餐具 第三 準備手指食物 第四 注意食物質地 第五 留幾口自己吃 第六 會強探吃的時候自己吃 第七 不要給壓力 第八 模仿爸媽 第九 要有耐心 第十 吃飯的時候不用3C產品 爸媽們 你家的孩子呢 在學習自己吃飯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第一 不多在餐飲三吃飯 第二 吃的到處都是 第三 其他 歡迎爸爸媽媽們呢 先試試看嘛 我們提供的解決方案 那也歡迎在下面 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哦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記得按下班的超級感謝 先來給我們一點支持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說過 任何精彩的影片哦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 讓寶貝飯店的塑膠球 親子遊戲 今天呢 就用我們常見的 求職用的塑膠球呢 跟大家分享 各階段寶貝可以在家裡 玩的感覺桶和遊戲 在分享遊戲之前呢 我們先來跟大家聊一聊 使用塑膠球注意的事項 第一 安全的材質